京都 京都舊時又被稱為平安京 由公元794年開始 就成為日本首都長達一千年的時間 據說 在它建設初期 京都的規劃 就以中國唐朝的長安、洛陽作為參考 這一千年入面 京都的政治實權 往往隨著時代的更替而浮浮沉沉 不過 它在經濟方面 就一直發展平穩 應人致亂 揭開了日本戰國時代的罪魔 京都一度受到嚴重破壞 不過 隨後在職田信長 以及風神守吉的庇護之下 京都再次恢復原有的發展速度 一直到今日 即使它已經不再是首都 不過 它仍然穩坐日本三大都市的地位 好看 好看 好看